一次的把它再另存 就等於是你再把它另外再增加一個 一般一定還是只兩顆 那你也可以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兩顆做完你還可以再看有沒有辦法四顆 四顆規則又複雜 因為規則一定是什麼 一定要兩顆一樣 然後看另外兩顆嘛 所以實際上你要真的寫出一個APP 像有沒有像比這種就是那種那種就是紫骰子的 其實你也可以真的就做出一個真的可以玩的 甚至還可以連線 如果真的大家來 然後就跟真的那種人家玩那個紫骰子那個一樣 或者是你們在外面人家什麼香腸 烤香腸不是也有嗎 你可以跟它比對不對 那一樣的方式 也就是說甚至兩台手機可不可以同時 對馬上一直 我們兩個連線兩個可以開始玩的 對甚至甩一下對不對 就可以馬上可以有一個 然後圖也可以變化 當然那個又是介面的設計問題 那個可是基本上 它內部的核心的程式是一樣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就會複雜 也就是你可以從一顆變兩顆變四顆 但是你要漸進的 如果你現在要做四顆的 寫出四顆的程式基本上不太容易 可是你一顆兩顆再變四顆 你會說原來它是一個有階段性的撰寫方式 所以這裡的話基本上 我們撰寫有哪一些部分是不太一樣 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簡單感 基本上那個介面部分都一樣了 count 部分也是一樣 只是說 counter 部分 就是有沒有本來是七對不對 現在變多少 變成十三 寫的方法每個人邏輯會有點差異啦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我寫我想的邏輯可能跟你們 但這個邏輯絕對不是唯一的 可能還有更簡單的寫法 所以一定是就是一到六對不對 那會有兩個號碼要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前面跟後面 那你不能 當然如果說你要一次讓它產生二到十二 這樣子感覺也即便是可以產生 可是就不精不精確 因為我們是要兩個骰子的 兩個這兩個骰子的這個號碼 所以你如果用二到十二產生的亂數 感覺好像比較不精確 如果用我們這樣可能會有誤差值 所以這裡的話我就把一個骰子出現的 跟另外的骰子出現的亂數加在一起 再丟給counter把它做一個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一樣 我們用counter這一個這個陣列有沒有 那個這個陣列的話 我們是把它宣告到13 也就是說它的範圍 範圍是0到12 0到13的話是它的長度 然後編號的話一定從0開始 所以我們是0到12 這個這個觀念我想我們前面一直強調 那再來的話就是再把它加1 就是說如果這個數字出現一次 那就加1 這個出現一次就加1 跟前面那一題是一樣 那最後的話就是來 那這個是一個秀一個訊息 這個我想前面都沒有 這個是一個訊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輸出這個結果 輸出這個結果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一定從2開始 然後再到12 所以當小於等於12的話會進入回圈 然後看著加加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裡面的值 把它輸出去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這一行程式比較特殊 這一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這邊的話也是串接 msg等於一個加上後面 counter大於這個是一個判斷 就是判斷什麼呢 判斷counter大於等於10的話 那我們這怎麼樣呢 一個空白 反之就是兩個空白 這個是特別說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的話呢 是你如果是一行裡面 你不要if else的話 你要比較簡單的判斷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這個判斷式呢 基本上就等同什麼 if 然後判斷式是這個 這個什麼 counter大於等於10 也就是說 數字如果是大於等於10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秀出來 秀出來的這一個 這個訊息有沒有 如果說你要怎麼樣呢 排整期的話 如果排整期的話 有沒有剛好 那你如果是 假如這個地方 如果它是大於等於 就等於是前面的空白部分 有沒有這個前面空白 假如說呢 如果它大於等於10的話 那就是只要一個空白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是10以上的話 也就兩位數 只有一個空白 那如果各位數的話呢 就兩個空白 這是兩個 這是一個空白 這兩個 也就是這個地方 是兩個空白 那最後的話呢 才會排列 才會排列整期 那這邊的話 等於是if 它的敘述等於是 如果條件的話 是count 大於等於10 那就執行 特別是後面這個簡單敘述的話 是一個問號 就是執行後面這個 這個冒號的話 就是else 就執行後面這個敘述 那你如果要寫在一行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敘述 它就等同if else的敘述 是一樣 那ifelse 你變成要寫很多行 那這個地方 只要寫一行就可以了 在Java裡面也是合法的一個判斷式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count 就是加上這個數字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一個空白 那空白的話 你可以看要幾個 這邊我大概用四個 那最後再把count出來的結果 放在後面 然後最後就把它怎麼樣 用show match dialogue把它秀出來 就可以看到這個最後的結果 那基本上呢 跟那個我們前面那個 一顆骰子最大的差別 其實就是後面這個地方 多一個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 多一個判斷式 其實它大同小異 所以這地方的話 兩個骰子OK 那四個骰子 好不好OK 其實這要動作腦筋了 那規則大家都知道 應該都有去跟那個買過香腸的話 應該都有玩過 或者是過年的時候 有時候會小玩一下 應該也都知道規則 那如果你可以做出來 並且可以改寫成遊戲的話 那這個就有賣點了 不信的話 你們Google Play 到Google Play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那種 只骰子遊戲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玩 創一個這樣的遊戲 甚至可以搖一下 對不對 你看這個就有 背後就有商機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等一下 我也把這個畫面 再提供給各位 裡面的話 基本上 就把一個骰子 延伸到兩個骰子 那後面如果有時間 各位可以再思考 四個骰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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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